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做体育新闻的时候 五方人先生说的 什么开心得过入一球球 那当然是入两球球 我的说法就是 有什么辛苦得凑一个B 那就是一次过凑两个B 我搬来我现在住的地方 我说两年 其实那时候已经住了房间给小朋友 所有东西是顺其自然 那谁知道 一来来两个 两三个月去照超声球的时候 就知道的 把机器移到另一边的时候 好像两个不同了 我说五三这个是第二个 我说什么叫做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妈 就是你有两个在肚子里面 我说 全家人都很开心 除了开心之外 其实更加多是担心 过了35岁高龄 当然是踩了街 几样因素加起来 妈胎加高龄 各样都很担心 印吐的情况也很严重 就是吃不吐物 越喜欢吃那样东西就吐得越厉害 那杯是一杯很稠的甜的糖水 我没想过 喝了那杯是令你加速地想吐 你说疫情对我们自己的影响 可能在选择医院方面 因为在疫情之下 其实医院可能设了很多限制 不允许探 不允许陪产 幸好都找到医院 结果我是能够进去陪产 也可以陪着太太入院 可以一直看着BB 进去的时候 已经是太太睡了 医生在聊聊聊聊聊聊聊 在工作中 突然有个小孩哭 我就说出来了 我说这样 接着医生就报个时间和日子 男孩先出来 做了哥哥 虽然他只是带几十秒 一分钟 但已经要负起了哥哥的责任 到他们安全顺利出生 是 即是 鬆了口气的感觉 我看太太流了眼泪 我也开心得走 头一个月会比较辛苦 因为三个小时就要吃一次 而同时出现两个 一个系统是四个小时 要满足全部的需要就是吃 睡 嗯 和素 整天的作息 都是你在家不停重复 这个 喂奶素风 喂奶素风 换片 洗澡 不停重复 未发生前我也想 可以不可以 因为我有潔癖 那些 嗯 不是特别恐怖的 你会很容易接受到 一个半月 那时 喂奶 他突然用手捉住我的手 觉得很魔法 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很需要你 钱是花多了的了 一定是奶粉成意 料片成意 但是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那就继续努力工作吧 爸爸 未出生前你都会觉得 会不会漂亮 他真的要即将来的时候 什么都不需要 健康就可以了 健康 如果健康之外 我还可以有少少期望的话 我会希望他们善良 童年会快乐 也不是说要帮他做完所有的选择 我和太太带带他两个来 但人生是他两个自己 父母就是告诉你 你在人生里面 每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和你陈名你的利弊 这就是所谓教育的意义 你的朋友 我怎么做的 你搞定了 你管我什么事情 我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你在我的船里面